公元前七世纪的某一天 一个齐国官员向齐桓公汇报工作 齐桓公好像置若罔文 跟他说去告知仲父 仲父是齐桓公对管仲的尊称 管仲是齐桓公新定的CEO 由一届最臣提拔为奇象 位高权重 第二天那人又来了 齐桓公直接说 你去告诉仲父 如此连续三次 有人看不下去 跟齐桓公吐槽说 什么事都是仲父管 当国军未免也太容易了吧 齐桓公反驳说 有仲父在 自然就容易了 作为春秋五霸之首 齐桓公难道只是一个躺一的甩手掌柜吗 这么说齐桓公可能会觉得委屈 别道德绑架 大哥也不好挡呀 不计前嫌 为财是用 是大哥的基本修养之一 齐桓公没喊过是兄弟就来砍我 却曾被他敬爱的重负设了一戒 差点丢了性命 齐熙公有三个儿子 长子是齐乡公助儿 次子叫鞠 三子叫小白 也就是齐桓公 为了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 齐熙公让管仲担任公子鞠的老师 包树牙做公子小白的老师 管仲和包树牙是莫逆之交 年轻时一起创过业 当过兵 当时管仲家里穷又有家人要照顾 他和包树牙一起做生意 就私下多给自己分些钱财 一起上战场 每次临阵脱逃都跑在最前面 有人就替包树牙感到不值 这管仲不就是个损友吗 包树牙却对管仲充分信任 每次都坚持地支持老友 管仲感动不已说 生我者父母 知我者包树也 两个年轻人经过多年奋斗 总算混出名堂 但是包树牙对齐熙公 给自己的工作安排极为不满 国君之位实行敌长子继承治 包树牙辅佐公子小白 显然难以成为政坛上的赢家 管仲听说后 就到包树牙家里 劝说道 公子猪儿虽是长子 但品行卑劣 将来能治立齐国的应该是公子鸠或公子小白 小白为人不耍小聪明 性急但有远虑 若上天不幸降灾于己 公子鸠纵然得到军位 也难成大事 到那时 还不是得老哥你来辅佐小白安定天下 包树牙听从好友建议 接受齐熙公的安排 尽心辅佐公子小白 不出管仲所料 齐乡公朱儿即位后 固然荒淫残暴 不仁不义 最终引发齐国内乱 自己还因此丧命 国不可一日无君 内乱平定后 公子鸠和小白 成为都是下任国军的有力竞争者 国士 高士 等大族同时向他们发出邀请 齐乡公在位时 小白唯恐受其陷害 在包树牙的帮助下 出奔旅国 管仲则护送公子鸠逃到路过 管仲为了防止公子小白 杰族先登 率领一队人马埋伏在旅国 通往齐国的路上 等看到小白的车架到来 管仲搭弓张剑 一剑射中小白 小白口吐鲜血 硬声倒下 似乎一命呜呼 管仲以为小白已死 公子鸠再无对手 就派人立马回去报告 公子鸠一行人 本来还在夹紧赶路 一听说小白已经死了 便悠哉悠哉地放慢脚步 看看沿途的风景 要是有手机 可能还得发个朋友圈嘚瑟一下 其实管仲一剑射中的 只是小白的一代沟 并没有伤及要害 小白安然无恙 这个影帝集中生智将即救济 被剑射中后装死瞒过管仲 之后躲在车里 由手下护送直奔齐国 由于公子鸠一队人马疏忽大意 公子小白抢先回国 被国高等大足利为国军 这就是齐桓公 齐桓公即位之后 整日想着抱管仲的一见之仇 包书牙站出来为老友解围 跟齐桓公说 您可不能杀他 管仲是个人才 应该为以重任 齐桓公就跟老师抬杠 有您和高熙执掌国政 还不够吗 包书牙说 如果您只是想当一个好国君 由我与高熙足矣 若您想成就罢业 一定要用管仲 成求时期什么最贵 人才呀 之前管仲劝包书牙 接受上级安排 也是相似的语气 这个商业互吹 满分 齐桓公本来还在气头上 听到包书牙说到 称霸一事 眼睛瞬间就亮了 赶紧安排和管仲见面 见面后 他发现管仲果然有 惊天伟地之才 便放下一见之仇 拜管仲为相 尊为重负 礼贤下士 体恤全民 亦是大哥的基本修养 齐桓公用人不必含威 对下层贤能之士 慷慨地敞开大门 甭管是北大清华出身 还是北大清鸟毕业 只要有才 他全都要 卫国有个韩式叫宁气 听说齐桓公的人才政策 早就准备好简历 只是家里穷困不堪 实在找不到机会去面试 只好假扮成商人 来到齐国 整天风餐露宿 一天夜里 衣衫蓝绿的宁气 正在齐都北门喂牛 恰巧齐桓公到城外迎客 大队人马举着灯火路过 宁气看到齐桓公近在眼前 却不得相见 心情更是跌落到谷底 敲打着牛角 唱起了歌 歌声中满怀怀才不遇的愁苦 齐桓公一听 就知道唱歌的人绝非常忍 赶紧请宁气上车 一同回宫 赐予他一贯 经过一番交谈 齐桓公发现 宁气是贤能之士 想要唯以重任 有人提出一意 魏国离齐国不远 自然说不定是个间谍 建议派人到魏国 查明宁气来历 之后再任用也不迟 齐桓公不同意 说派人去深入了解 可能会发现宁气的小毛病 但不能因为一些小毛病 就放弃其才能 后来宁气在齐国受到重用 官拜大司帖 与管仲包书雅等功臣 一同辅佐齐桓公成就罢业 还有一回 齐桓公听说齐国有一位小臣记 是被埋没的人才 便前去拜访 一天之内去了三次 都没见着面 交理说 齐桓公贵为一国之君 向下乡视察 只需一道命令下去 属下就会敲锣打鼓 列队欢迎 他却亲自前往 还在一日之内 吃了三次闭门羹 隋从就说 这种小臣不过是国之贱臣 国之一天来访三次都不得见 这事稳缩未稳 差不多该完了 咱们回去吧 齐桓公严肃地 和隋从说了一番道理 不宜之事 不宜富贵 不轻身于万成之君 万成之君 不好仁义 不轻身于不宜之事 总夫子不宜富贵可也 无不好仁义不可也 齐桓公的意思是说 就算人家想当处事 不愿贪图荣华富贵 我也不能抛弃仁义 说吧 接着前往小臣级的住所 前前后后去了五次 总算和这位不一之事 见上了面 汉代汝氏寒英评论此事时 用了诗经中的一句诗 有决德行 赐国顺之 他认为 这是齐桓公九和诸侯 一筐天下的重要因素之一 齐桓公在位期间 不仅广雪贤能 还有先进的民本意识 经常私放民间 关心百姓疾苦 有一次 齐桓公出游 遇到一个饥寒的老人 觉得可怜 命人取来衣服 食物赐给他 老人拒绝接受食物 道 怨自一国之击者 随后又挽罪了义府 说怨自一国之寒者 齐桓公一听 你这老头坏得很 狮子大开口呀 寡人的苍领腐库 难道能解决一国的饥寒吗 老人就说 国君不耽误耕作 则国人则有余了 不耽误残桑 则国人皆有余衣 国君提取百姓 就在于轻摇伯父而已 民生问题一直困扰着齐桓公 他开始思考治国的根本 就问管仲 王者何贵 党君王的人应该尊宠什么 管仲答 跪天 齐桓公天真烂漫 听管仲一说 就抬头望望天 管仲差点气笑了 说 我说的这个天 不是苍苍茫茫的天空 而是百姓 齐桓公仰望天空 颈椎病都快犯了 这才知道 众父别有神意 管仲又说 人君者以百姓为天 百姓语之则安 辅之则强 非之则威 备之则亡 管仲的话 齐桓公听进去了 后来齐桓公饮酒 醉得不幸人士 把罐弄丢了 醒来后 深感耻辱 三日不吵 在家闭门思过 领导犯了错误 也没人追究 可齐桓公很自律 想到管仲的教诲 就将仓库的粮食 发放给全国平民 作为学取 这可比罐个一两块钱的红包 给全国用户 强 阔绰多了 回红大度 仗义响主 也是大哥的基本修养 自齐桓公五年平定宋乱 召开北姓之会起 齐桓公与周边各国 先后结盟 成为中原地区的霸主 称霸之路 徐徐展开 在齐国的禁令中 宋 陈 魏等国 是其主要盟国 为大哥 马首是瞻 只有鲁国 与齐国 同为大国 对齐桓公一职 很不服气 齐国对鲁国 这个不听话的邻居 采取的是利益笼络 与军事打击并用的策略 北姓之会后 齐桓公出兵法鲁 三年前 两军交战 碰巧遇上一个 深谙军事的鲁国民科曹贵 用一股作气 战而衰 三而劫的原理 在长韶之战 击败齐军 这一回 齐军轻松取胜 三战三劫 鲁庄公惊呆老 只好献出遂议 向齐国割底求和 两国在科会盟 史称科之会 直到议和前夕 陆庄公还整日担惊受怕 鲁国大臣曹末 忠心耿耿 伸藏匕首跟随在侧 准备干一件大事 两国会盟时 曹末趁齐桓公松懈 突然逃出匕首 将他截止 要求齐国在得到遂议之后 回还之前 侵占鲁国 领土文养 齐桓公淡定自若 答应曹末的条件 按照当时的规矩 要挟之下提出的 盟制可以不遵守 且鲁弱其强 齐国完全可以出兵 强占这块土地 齐桓公没有毁约 而是以诚信为重 将文阳之地 全部归还鲁国 鲁庄公不得不对其信服 此事并没有让齐国 显得窝囊 反而让周边国家 更加尊重这位大哥 宫阳传说 要蒙可犯 而桓公不期 曹子可愁 而桓公不愿 桓公之信 祝乎天下 自科之蒙使焉 齐桓公二十三年 山荣入侵燕国 燕国第一个想到 可以抱大腿的 就是齐国 立马向齐桓公求援 齐桓公亲自率军就业 将山荣一直赶到孤逐以北 齐国军队凯旋 因庄公感激不已 送齐桓公到齐国境内 齐桓公说 非天子 诸侯相送不出境 吾不可无礼于燕 于是将燕军所顾之地 全部划给燕国 又将山荣的俘虏 献给周王室 以表示对王室的尊重 此次就宴还有一段插曲 齐国出兵时 盟友鲁国也曾口头答应 派兵援助 但是到战争结束 也没见鲁国人来打仗友 原来是鲁国群臣 向鲁国国军进演 入蛮夷之地 必难以返回 鲁国才不敢发兵 鲁国之前要挟过齐桓公 现在又欺骗胆情 辛丑加旧恨 齐桓公本想顺路攻打鲁国 教训一下不听话的盟友 观众劝劲道 不可攻打鲁国 邻国不侵非霸王之道 不如将您征伐山荣所得的宝物 献给忠公之庙 周公是鲁国国军的先祖 齐桓公就听管仲的 把得到的财宝分一半 尽献到周公之庙 鲁国看大哥这么仗义 下次就乖乖听话了 第二年 齐桓公起兵法旅 鲁国举全国之力相助齐国 后来孔子在谈到此事时说 圣人转祸为福 抱怨已得 此之未也 天下诸侯渐渐达成共识 有困难 找小白哥 齐桓公26年后 齐桓公四处奔波劳累 一连做了三件好事 一是帮鲁国平定庆富之乱 二是在卫义宫 玩鹤玩到风魔 引敌人入侵后 出兵就位 三是帮助行国搬迁 兴建兴成 让其远离敌人的地盘 这就是所谓 存三王国 以属诸侯 齐桓公拯救了三个 即将被灭亡的国家 是中原诸侯归父 这些国家 在齐桓公的帮助下复国后 即感恩戴德 据汉代毛诗旭考证 《诗经》中的名片穆瓜 就是魏国人 为感谢齐桓公所做 头我以穆瓜 抱之以穷俱 诽报也 勇以为豪也 结合后来的历史来看 齐桓公确实做了一件 不得了的事情 魏国总共存在近九百年 活得比周朝还长 直到秦二世时 才彻底灭亡 如果没有齐桓公出售相救 魏国可能早在征修时 就被敌人灭了 为阵四方 独挡一灭 也是大哥的基本逍遥 齐桓公所在春秋时期 南方楚国一度是周王氏 和中原列国的行仇大患 周一王时 楚国国君雄渠 曾自称我满一眼 不与中国之好意 放弃周天子所赐封号 自封为王 到春秋时 楚武王 楚文王 先后征伐隋国 申国 菜国 并吞并了邓国 西国 将将欲扩张到汗水中有 转眼间就要到齐国的地盘 两国都想称霸 当天下的画室人 不可能你管你的铜锣湾 我管我的波兰街 早晚得打起来 随着齐桓公成为了中原的霸主 齐楚必有一战 而最终让两国刀剑相像的 却是一次无厘头的事件 齐桓公为人好色 妻妾成群 其中有个深受其宠爱的夫人 菜鸡出身菜国宗室 齐桓公二十九年 齐桓公和菜鸡成舟游玩 菜鸡活泼贪玩 故意用力摇摆小舟 吓唬齐桓公 齐桓公估计不会游泳 大舍喝止 命菜鸡停下 他就是不听 越玩越嗨 上岸之后 刚刚经历惊魂一场的齐桓公 怒将菜鸡遣送回菜国 但又对这位美人情义味觉 想着哪天再把他结回来 所以也没办离婚 菜国股军以为菜鸡惹怒了齐桓公 留着也是一个祸害 等他回国后 就安排改嫁他国 本来齐桓公只是想 让菜鸡回家反省几天 这下真的怒了 两人还没离婚 菜鸡就改嫁 不等于给齐桓公戴绿帽吗 第二年春天 齐桓公召集 鲁宋 陈 魏 郑 等七国 共同攻打菜国 菜国眼看就要被围殴 转过头 臣服于 与之相邻的楚国 正好给齐国南下法储 找到了借口 齐国联军来到楚国境内 楚城王看对面人多势众 有些胆怯 派人质问其还公 你在北方 我在南方 可谓风马牛不相及 你率领大军来我们楚国 这是为什么 齐国代表观众就说了 楚国不向周王室进贡 你们该不该打 当年周诈王寻寿南方而畏反 你们该不该打 周诈王是其周第四任军主 曾经多次南城楚国 最终死于楚地 死因成谜 一说是因为船只被人做了手脚 船到中流解体 周诈王溺水而亡 楚国使者不肯轻易屈服 就说不进贡品是我们国军的过错 以后不敢不进贡 至于周诈王为何没有北规 请您自己到汉水之并问吧 楚城王迫于联军强大的军事压力 只好认诵 派大夫屈丸向齐桓公请求和解 齐桓公命联军后退到赵岭列阵以待 向屈丸炫耀并威说 与如此多的军队交战 有谁能够抵抗 用这支大军攻城 何成不克 齐桓的回答软中残硬 您如果以德招服诸侯 谁敢不服从您 如果用武力征服 楚国以方程为成 以汉水为持 这样虽然您人马众多 也无用武之地 大概意思 就是两国互相说了句 呵呵 谁也威胁不了谁 齐国与楚国两大国 只能各退一步 以何为贵 楚国同意向周王室进贡 暂时不敢深入中原 齐国答应退兵 继续经营中原霸业 这就是赵岭日盟 齐桓公三十五年 齐桓公作为盟主 于鲁颂魏正许曹 等国国君会盟于奎秋 齐国与周王室世代同婚 周湘王尊称齐桓公为伯救 特意派周公载孔 作为代表参加 赐予作肉 不久前 正是因为有齐桓公支持 周湘王才得以顺利即位 睽求之会后 齐桓公的霸业达到了顶峰 当了这么多年 大哥齐桓公还好吗 观众可能会说 大哥不太好 齐桓公和观众讨论过用人之道 观众认为 国君左右 如果以恶必善 则如射属 国家官员如果作恶独端 犹如猛狗 射属和猛狗都是国家大计 国君一定要保持警惕 齐桓公执政后期 忘了提防射属猛狗之辈 开始重新一牙 树雕 开放三个精神 齐国霸业 逐渐走下坡路 一牙负责齐桓公饮食 一次听齐桓公说 闪珍海味都尝过了 就是没有吃过人肉 为了讨好齐桓公 他回家就把自己儿子杀了 整煮后 献给齐桓公吃 树雕负责管理宫中之事 知道齐桓公单于宫中女色 就主动自宫近身 以便贴身跟随齐桓公 可惜啊 齐国宫中没有葵花宝典 不然还可以顺便修炼武功 开放是魏国公子 在齐桓公称霸后 谈母齐霸业 到齐国当官 一连十五年没有回家 看望过父母 甚至连父母去世 也不回国奔丧 齐为两国相邻 近在之趋 此三人是齐桓公身边宁臣 只知道缠媚 钻影 毫无治国之能 管仲在时 他们还不敢作妖 齐桓公却把三个宁臣 当作宝贝 还为管仲 他们可否知人其相 管仲将这三人一一批判 说一牙杀了自己的儿子 来取悦国君 还有比这更狠心的吗 对待自己的至亲骨肉 尚且如此 何况别人 开放抛弃亲人来侍奉你 不符合人情 此人不可信任 数调不惜自攻 讨好国君 也不是正常人能做出来的 齐桓公四十一年 管仲病重 齐桓公亲自前去探望 病床上的管仲再三忠告 一定要驱逐这三个 坚硬小人 管仲去世后 齐桓公起初还听从其建议 将三个小人赶走 可又觉得生活少了很多乐趣 比断了WiFi还苦 且不安息 实不甘位 不久 自甘堵落的齐桓公 把三人请回来 经过齐桓公四十年的警影 齐国南征北战 九河诸侯一筐天下 其霸业让无数人成仙 国家权柄 自然也遭无数人寄予 一牙 树雕 开放再次得宠 没了管仲的约束 借机培植党羽 把持国政 甚至干预国君继承人的问题 一牙和树雕 拥立公子无亏 开放拥立公子潘 而齐桓公和管仲 在世时所立的继承人 是公子昭 前文提到齐桓公喜好女色 可他三位夫人王姬徐姬 和那位让她受到惊吓的菜籍 都没有为其生下儿子 也就没有敌张子 反而是姬妾六人 生下了六个儿子 其中有五个公子 先后当上齐国国君 可见齐桓公四后 齐国忌统混乱 在齐桓公诸子相继统治的数十年间 齐国不复昔日威风 逐渐沦为屈从于晋国的二等强国 齐桓公四十三年 在管仲去世两年后 年迈的齐桓公 也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 齐桓公重病昏迷之际 三个奸臣在背后煽风点火 五公子各自拉帮解岛 争夺群位 他们筑起高墙堵住宫门 将齐桓公关在宫中 假传国君命令 不许任何人出入 病重的齐桓公饥渴交加 叫唤了半天也没见一个人影 直到有一天 一个宫女偷偷跑进来 来到齐桓公面前 齐桓公对宫女说 我想吃东西 宫女说 我找不到吃的 齐桓公又说 我渴 宫女又说 我找不到磕的 这时齐桓公才知道 是易雅等人作乱 没分不已 哀叹道 我还有什么面目去见重负 不久 齐桓公病死于宫中 五公子仍未夺位 相互攻打 无人知晓 易雅树雕 仗着宠臣的群士 杀进对地大人 将公子无亏 推上国境之位 其他公子被迫出逃 原本的合法继承人 公子昭 逃奔宋国 后来才在 宋相公的支持下 回国即位 内乱持续了两个多月 在此期间 宫中无主 等到无愧 终于把兄弟们赶跑后 才想起自己的父亲 还在宫里躺着 打开宫门一看 齐桓公的尸体 已经彻底腐烂 臭气熏天 不成人形 数不尽的驱虫 从床上一直爬到了门边 据史料记载 齐桓公死于当年10月初期 到了12月14日 无愧立为国军后 才入联 整整67天 无人过问 一代霸主 竟落得如此凄凉下场 此时 距离他站在霸业顶点 近过去不到十年 当大哥 真不容易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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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吻理达